一票险胜塔图母 杰伦布朗荣获冬决MVP表情错愕 330万奖金到手赚麻了 NBA季后赛东部决赛 凯尔特人队在客场再胜步行者队 大比分4比0晋级总决赛 杰伦布朗荣获冬决决决MVP 在比赛结束后 凯尔特人全队非常开心庆祝 这是他们自2017-18赛季组建双碳花以来第二次杀入总决赛 在颁奖环节 布朗荣获冬决MVP 他在得知自己获奖时表情错愕 这一奖项对他而言明显是个惊喜 要知道在最终的投票中 布朗仅以5比4的一票之差险胜塔图母 杰伦布朗在这轮系列赛场均砍下29.8分5.0篮板3.0助攻 三项命中率分别是51.7% 37%和65% 获奖实质名归 不仅如此 布朗本赛季可谓赚麻了 他入选全明星 常规赛和季后赛出场数都达标 外加季后赛相继闯进第二轮 分区决赛以及总决赛 他正式触发了合同中的最高奖励 330万美元的奖金都到手